今天出来的早 在家门口公交站附近的克美多咖啡吃早餐 这个咖啡厅也算是60多年的老字号了 在全日本有80多间分店 总店在明古屋 特色是喝咖啡送早餐 买杯咖啡送烤箱的吐司 有三种口味的搭配 煮鸡蛋、红豆沙和鸡蛋糊 我一般喜欢红豆沙 一个人的早餐不到30元人民币搞定 很便宜 也很好吃 有朋友留言特别喜欢看影片里 关于吃东西的片段 以后就把我逛集市这一天 去的一些餐厅多拍一些给大家看看 这个集市上个月 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开 所以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一样 你从这儿开始逛吧 今天跟好朋友陈老师一起逛集市 他的日语特别好 这个儿子里面是一天 期待他們的光景 正面向上天气 然后在三天天气 是一天天气 是一天的 是一天的 好人的 可以渡過 嗯 我明白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大天木的木材都可以做的嗎 一切我教你 一切我教你 一番上 一番上 再等一會 再等一會 這是三盒 這是茶盒 這是茶盒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因为它是四个在里面的 这是全部的 这个箱子也是同样的 二重的箱子也是同样的 这个箱子也是同样的 三万二千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纸盒子 这个布盒也是 Berry 放胭脂红色 これで呢 こっちは 这是放胭脂 这是放香的 这是放胭脂 因为它里面有漆 对 这是放胭脂 这是化妆脂 这是化妆脂 太好了 我这回知道 放胭脂 朋友开个酒馆 这种有汉字标识的围裙 做店铺陈列特别适合 这是个老自行车上的灯 三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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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特别好 哦 撒脖子 它是塑料的 应该是七八十 好看 它是挂着脚上的地灯 哦 这可以当地灯 对 地灯才灯 它这也可以 角度可以 你看 它这不能折叠 你看 我拿着每个的 折叠 它这有些收藏 对 就这样收藏 这位摊主的东西特别独特 这就是一截儿日本古民居的墙的抛面 可以看到日本老墙的制作工艺 做复古装饰也不错 这个摊主开始是不让拍视频的 可以拍照 后来我就买了个灯 再问他 就让了 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不想放弃 想好好拍了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摊位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这个店主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看它的东西每一件都没有那么值钱 但是呢 它陈列出来摆出来都很美 这店主实在太有品味了 这是个西的吧 也可能是两个月没来了吧 所以觉得这次看这集市好东西特别多 刚到这个集市没多久就买了好多东西了 我感觉这次估计会满载而归 东西多的拿不了 这次的衣服 后期来的看得起来 是一年之间的 是那年代的一年吗 是昭和时代 是一年之间的 这年代到半年之间 这年代到半年之后 是一年之间的 冬瓜好看 要要 买就完了 挺不错的 这家摊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得花点时间在这多拍拍 这个摊位 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是二手 但是他摆得特别有趣 他把颜色做了一些归类整理 感觉这个摊主 就是一个有审美 热爱生活的人 这集市实在是越来越精彩了 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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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1901年的 这架子真是不错 这架子真是不错 真好 太方便了 这个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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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轻便 这美国的东西就是这样好多 咱家有一桌子 你妈妈也类似这种 这架子也好看 这俩是一样的 这俩 这俩是一样的 这挺好看的 就有点小 吴晨每周带您去古董鸡吃桃货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或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 下半场更精彩